而到了今天在国道三号山崩意外当中 罹难的四个人四个家庭 当然他们的伤痛还难以平复 不过其中叶茂竹的太太今天已经收起泪水了 带着两个女儿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而两个女儿谈到了爸爸仍然难言哽咽 他们说很想爸爸 因为爸爸生前半夜都会起来帮他们盖被子 而现在虽然爸爸走了 他们相信他们结婚的时候 在天堂的爸爸一定还是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我们以前实在太忽略他的 从来不管他有没有照到像 因为他就是那种默默工作那一种 把荣耀归给别人那一种的 收起泪水 叶太太打着精神 整理丈夫的照片 自己在教会中当牧师 丈夫总是低调的默默支持 只有说故事给小朋友听 是叶茂竹唯一不低调的时候 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讲故事给小朋友听的时候 讲的自己乐不可知都不会停止 讲太久了 然后他女儿就会跟她说 爸爸你可以了时间到了 翻开一本本的回忆 叶茂竹的身影几乎全是在教会中服务 而在女儿心中 他更是百分百的慈父 自己起床半夜一起来帮我们干棉份 因为怕我们会着凉 爸爸说要参加 女儿不是离 现在不能参加了 对啊 怎么办 可是爸爸他在天堂 还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婚礼 天堂是叶家人面对失去至亲的 唯一盼望 笃信基督让叶太太知道 自爱的丈夫并没有离开 她在天上 而且她也是在我身边 对 只要有爱 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让我们相隔离 唱一首丈夫生前最爱的诗歌 叶太太的坚强令人动容 也证明叶茂竹永远都活在爱她的家人心中 明日新闻程昊 程维宇 基隆报导